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然後跟大家聊聊第三場的賽事 第三場是四班千八米,採用絲跑欄,開爆時間是1點踏9 如果未看其他分析的朋友,大家可以按上去看一看 多多支持,看好你的影片,支持一下我們就夠了 留下言,聊一下馬仔,你有問我都必答的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聊一下 優惠馬神滿分,熔天爬馬房加利奇10磅135磅 要挑剔的就是磅位重 上次三班就叫做8-1 今次減了1分,下來了四班,要揹個最重 這隻馬,過往跑長途都很準 四班千八上季,十四檔殺入來放頭 一放到底,贏了 今季下來了四班,怎樣也有一點好處 過往這匹馬跑過三次四班 一 win,一個 play 跑第三,潘頓誇下 薛恩那次就跑得差一點 這馬神滿分,下來了四班一定有威力 長途套程都不用說,一定會跑 上場三班都輕綁捱到 今場我的看法是,這些要揹到這麼重磅,行不行呢? 那我就寧願選一些貼欄再更好處的馬 要一放到底,我覺得這場不容易 但這場的捕捉馬,不排除馬神滿分 實當,切到進來可以捱到一隻 這隻馬,大家可以繼續注意一下 最多四重彩腳,但我覺得這隻是抵薄的 值得買的 二號碼龍戰士,五盤字馬防潘頓旗9檔,131磅 過往龍戰士,潘頓誇下都叫做 叫不叫做好表現呢? 潘頓是騎過一次的 即是今季,今季是騎過一次的 他贏的那場谷草籤8 之後就沒有再被潘頓跟著手了 在五盤字那裡,蘇波轉出五盤字才騎過一次 這隻馬,今季是準的 沒脫過頭四 一次,一 win,一個 pay,一個第四 四班你都見威力有了 這隻馬開始操縮上來 這次背到131,是一個負擔 其次是這隻馬要留著追一段的馬 今場,我覺得捕捉馬依然是很利貼欄的馬 所以我會選這隻馬 但不會將它放在太高的選項裡面 因為始終是131,還有狗蕩 還有要後追女士,加了六分 都要看這隻馬是否適應到 都八歲 見八歲這隻馬反而更加勇一點 三豪的香港精神 苗裡得萬防希偉心 其實四檔一百十七磅 香港精神已經開了氣了 上場谷草千八 你都見到它定住 最後只有第九 這隻馬跑谷草千八是準的 上季季尾都入過一次Q 山山來著,在後面追上來 今次抽到一個好一點的檔位 是否不用這麼笨實呢 就留在這麼後追 抽到四檔 預料前面沒什麼快馬 都會馬神穩分會切入來 比拳內的九龍神區特省和這隻寸財 都未必會押它內蘭的位 可能九龍神區會頂一頂它 但九龍神區始終都不是那些前速很快的馬 我覺得未必頂住它 所以我覺得這隻香港精神 今場都頗抵薄的 如果它埋藍坎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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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懸崎坎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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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龍神區,上場輸得比較失望,過往在班德禮跨下,都交得比較準,今天是一次第三 跑至1600的場合,擺明嫌短,最後放頭,散了回來 這些馬明顯是留住,跟你做一段會好些 今次九龍神區抽到一檔,預料我覺得他不會支持香港精神 如果他埋難守著第三位,跟著香港精神的線路一起上 不排除他可以有一個好一點的成績回來,省省起來 一當就不用咬到這麼厚,守著三四位,入直路跟你衝一段 這隻馬依然是銳的,上場就直接沒位給他衝刺 那場谷草千八,在後面跟跑輸得很遠 我覺得就不需要被這個職態嚇得太怕 我覺得這隻九龍神區,今次抽到的好檔,可以試試跟進他 我馬月風雲,丁冠號馬,放行星期十一代一百十五磅 那十一檔就比較外眼一點 那預期這隻馬都會留住跟你衝一段的馬 那今場捕捉馬,我自己覺得不太來追 所以我就沒有選到這隻 那龍戰士選他,因為他真的很銳 他追得來又夠銳,那就選他 那月風雲,幾次追上來都是生生來此 一個第五,一個第六,抽到這麼差的檔位 原來真情他會更加好的 那就是對他這隻馬,因為這隻馬始終都要靠追一段的馬 你跑菊草呢,很多時候都是利來難貼,難放頭的那一堆 那變相這些馬就經常都不到的 那轉來沙田會有一個好部署 那這些我覺得最多四重採腳 連刑位我覺得不太值得買 那因為他十一檔,那我寧願買一隻九檔龍戰士 大家相距負榜都是六磅 那我寧願買一隻銳的,那賠率當然也一定有些分別在這裏 老馬全財,葉初和馬房周盛力其實三檔,一百二十五磅 那全財就今季叫做,最近有一個第四 剛剛菊草千八,那追了一個段都挺凌厲的 那我覺得都可以繼續照耀 那最多都是四重採算了 因為這隻馬呢,經常都奇奇怪怪會惹一些飛 那所以我就,也是要追一段的馬 今次的檔位三檔,那順便醒神呢 要給他快的馬有的,香港精神,九龍神區 即使奇妙連華五檔都有機會可以剪掉他的情況下 那他的全財我反而變得不太看好 怕他埋藍就會失了一塊而已 那我覺得貼藍那一堆,是會有位給他充斥到的 但是未必是很好 那這次的三檔都不知道叫做幫了他還是害了他 這些要追一段的馬 因為這隻你見,他都沒試過 就算抽到好檔,他都沒試過跟前走 那唯獨一試前季,抽到他一檔 還在偉大馬房的時候 2000米,他就跟前走 最後沒有人到第三檔回來 其餘時間,他都要後追多 所以這次抽到三檔,我覺得是負擔 抽到馬奇妙連華 偉大馬房每年期五檔120磅 那這隻奇妙連華呢 上場叫做追近兩步,有個第七回來 那轉來沙田跑一定是更好出路的了 那過往這隻奇妙連華,上季 蔡明肇桑下有贏過的 那贏了一場谷草2200 我認為這隻更加要跑長一點 會再好一點的馬 那暫時千八 我都覺得這些馬會不會稍稍嫌短一點 我怕他不是說追得切 因為他還是留在後面追著一段的馬 所以我覺得捕捉慢貼難好的情況下 我根據這個方拉去排 我就索性連這隻奇妙連華都不選他了 白馬突勝,方家派馬房蔡明肇 其實二檔188磅 那二檔是不是要留到最後呢 這隻 就是你抽到這麼好的檔位 你都選擇留到最後 那我都... 都... 難搞的 對不對 過往抽二檔 他上次上季 是谷草抽到一次二檔跑千六 那麗海榮奇 他真的留到最後的 最後都不是吹到兩步 那... 那... 又不算很快 那... 比較久的香港精神會快些 那... 那我當他坐黃金包箱 壞入直路的時候 那... 那我這一隻... 啊... 那... 就是... 迫著要選了他 是不是 就是... 因為... 你二檔沒有理由... 那麽被動留到最後 我覺得... 那... 那... 基於這樣的情況下 那... 那... 低勝 那就是,我是覺得不理會追的 那如果它留在最後的位 其實你都會越來? 可以捕出張了門票 走它了 因爲如果... 就是我... 我這樣子想看 我現在計算的rawdę 我16秒 我也不肯定了 但我覺得他上次第七 但... 又是贏得了一點... 不明不白 那樣 所以... 我覺得今場 是否可以是時候 變身有好表現 看一下呢? 九戶馬線路精英 高東年晚胖 巴道騎八 died一、八十八磅 巴道是那天拿了騎司王 伏日那天醒神 之後又好像船程在做夢似的 所以我很怕買巴道這些馬 就算他適合 這個線路青鷹 預期他可以咬前走的其中一匹馬 抽了一個八檔 你猜他還是二疊多 因為他前速又未必夠馬神滿分快 看他會不會頂馬神滿分 如果馬神滿分又要再花一段力 怕線路青鷹賣爛 變相馬神滿分就135磅 雖然你說落到四班分 我也不見得很好處 這場線路青鷹有權可以接近的 因為他有機會熬得到 118磅 而且他長途 118磅是真的有權讓他放得到的 這些馬 過往你見到他前足是有的 但是118磅他就不會採取放頭 通常都是找遮擋跑的 今季交代了 所以我就看著他交代了這一點 而沒有選他 不是這隻馬都當分的 四重彩這些就要拖一下 受惑馬館之後 賀賢馬防鋪鳴輝騎6-188磅 這隻試襲見英俊的 但是我也沒有選到他 最多四重彩腳 10月14日試過貨 跑了第二回來的 開邊跟著省位追到的 是追不到隻幸福勞磅 幸福勞磅事實都比他高班一點的 之前那幾貨不說了 9月30號包艇那貨 起步已經騎了 但是沒有東西看 但是你看到 9月30號和10月14日中間 好像突飛猛盡 從花的兩步 我建議不要看 因為我覺得沒什麼可以作盡 最近見好 預期他都會守著六七位 追一段的馬 如果要追的話 剛剛有說龍戰士 就算你什麼金絲大將全財 都會比他更好的 就算試襲見好 43分 下到五班才再考慮 這些馬 這個馬房也是比較慢一點的 首位馬東風1號 遙本輝馬房 為一件事期七到一百十七磅 贏谷草的轉是沙田 沙田過往這隻馬 最厲害只有第四 真情率是跑千八戶 我覺得這隻馬是偏短一點的 就不像是這麼長的馬 你無線那邊 贏極 都是贏到千二 那你是否真情度上千八呢 看這些馬上次落腳 是比較慢一點 段力也比較少一點的馬 是要跟前收好位的 今次抽到七檔 這場都難互動 再真情千八 我覺得有點盲滿 就算升班輕薄 我也不會特別賞心 我們東風1號 等他回谷草 因為這些都真的 始終要挨前些走的馬 要看有沒有優勢 東風1號 預期他會附在線路青鷹後面跑 甚至他拿了線路青鷹的位置 都不出奇 因為七八檔 就是看他們怎樣互動 如果兩個都在谷前去搶的話 這場真的變得捕捉很亂 反而買後追那段有好處 但我始終深信都是貼藍會比較好 但也很難說 因為千八始終很難有馬 可以一放到底 所以東風1號 如果大家不放心 最多都是拖腳 四重踩腳 連贏位置我不會選這些 十二號金絲大將 希斯馬負荷製 尤其十二多八十六磅 這些都是典型後追馬 在後面縮住一塊 和你入直路 才和你七公一段 大外檔 如果你看到一二場外碟 有得追的 那這些金絲大將 你就撐回他 因為我是基於 我自己覺得賣爛好的情況下 我才會選我剛剛的選擇 如果你發現後面追的好 那你金絲大將 兩龍戰士 特省這些 你不一定要要回 所以我平衡過權益之後 我發覺四選都是選一些 有些追得到的 有些是跟前走的 會好些 因為我始終都計算方法 有機會錯的 那我覺得他這場部速慢而已 但是你看到剛剛數一下數一下 其實一堆馬可以湧上來 搞亂部速的 那你只有馬神滿分 我鐵定前速夠快 可以放頭 但他抽到十檔有機會 給其他馬搞的 那你推快了部速 大家都沒有好處 那這場我先講過選擇 我有講過這場是十分暖局的 因為 那個部速真的要好看馬 怎樣互動 那我今場計算的方拉是 算難追的 貼難會好的 部速慢的 那如果大家看到 一二場是外碟 有得衝有得追的 那你就 當我沒有聽過這個分析 那你選一些後面追的馬 選龍戰士 那你選擇 得醒 跟著 東風一號 金斯大將等等 這些馬 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這場就選擇一些 可以 靈活性跑法 大一點的馬 我先講一下 3號馬 香港精神 8號馬 突勝 4號馬 九龍神區 2號馬 龍戰士 那香港精神 要留要追都可以的 這隻馬 你見過往跑快可以的 那上場叫他熱了個身 這場來到四班 對手不算太強 我覺得他可以在下一城 之後要8號馬 突勝 那他這隻是典型流後跑的 但是這次抽到二檔 沒理由這麼笨 實流到這麼厚 因為一百磅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是不 給點力量去練一段 是前速不夠快 但是你二檔要捕 你一定捕得到 是的 之後要買4號馬 班德麗 那隻九龍神區 一檔 那這次換回班德麗 那 沈集成跟班德麗 最近合作如此水 那我覺得 這隻也要選擇 3-8-4-2選了 那選擇要追的龍戰士 那 繼續用潘盾 那上次是他交了WIN出來的 那希望他跟500元 繼續有好交流 所以就選擇3-8-4-2 那我是比較慢一點的 的捕捉 還有利來難的形勢 而去選擇3-8-4-2 那這場我覺得是十分之暖局的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 3-8-4-2 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跟我們交流 的話 儘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馬上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